歡迎收看手機遊戲Free Fire 我要活下去,我是尼亞斯 好,廢話不多說,今天要教大家一個BUG 就是讓大家如何把自己 非傳奇武器的塗裝帶入等候大廳喔 這是一個最近的BUG 我不確定官方什麼時候會修正 但是分享給大家 即使你要帶原本SCAR 沒有塗裝的原本SCAR 進去這個大廳去展示也OK 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有一把傳奇的武器 比如說你想要帶SCAR的無塗裝 但是你就要先有SCAR的傳奇武器塗裝才可以 你想要帶MP40的無塗裝 那你就要有MP40的傳奇武器才可以 就那一則槍種你就一定要有那個槍種的傳奇武器才有辦法用這個BUG 好,首先簡單來講就是先帶傳奇武器之後呢 快速的這個點在遊戲大廳展示 右下角這個打勾 勾完之後按下去之後馬上切換到你想要的那一把塗裝槍 然後再快速按裝備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沒關係我再示範一次喔 等於說你先點在遊戲大廳展示 點完之後瞬間再點下一個你要真正選擇像旁邊這個熔岩SCAR 我快速的點它之後馬上按裝備 這樣就可以了 好啦,大家可以看到進入遊戲等候大廳之後 我確實拿了這把熔岩SCAR進來 它不是傳奇武器,它也沒有任何加成 這個塗裝沒有任何加成 然後它也不是 它也不是傳奇武器喔 點右下角,你看像我這個就失敗了 好這個就成功了,在遊戲大廳展示有沒有 我要先點這個少年浪漫,點完之後呢 我再快速切換到下一個 然後按裝備這樣 要打勾勾完之後馬上裝備 下一把槍 好,一樣帶進來了 然後這個bug呢 你那個裝備只能按一次喔 不能連續按 為了求快速一直連按喔 連按失敗機率蠻大的 所以就是求你的手術 不然你就是三根手指去按 先按那個展示打勾之後 快速切換然後再按這個裝備 好,再來是示範我們的散彈槍喔 好,快速打勾之後按到這個機械衝擊 一樣攜帶了我們機械衝擊 你只要傳奇武器有那個打勾 然後而且你要攜帶那個 槍的表面上右下角有打勾 這樣子就是成功了喔 有沒有,我成功把機械衝擊帶進來了 它也不是傳奇武器的塗裝啊 這個bug不知道什麼時候官方會修啊 但是 趁早啊,趁早大家可以先試試看這樣 欸有點吵 我先跑遠一點啦 好,總之就是這樣子啦 給大家展示看看 好,大家如果聽不清楚的話 可以看前面我會上一些 簡短的說明字幕喔 可以去練習看看,試試看喔這樣 然後如果大家喜歡我這集影片的話 記得留下一個喜歡 讓我知道也可以按下 訂閱就幫幫你小鈴鐺 也記得多多分享出去 給更多不知道的朋友 觀眾們喔 那讓他們可以攜帶更多的塗裝 然後那我們這部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